我都在B1運動 所以都上樓 樓上人比較少 這邊都是重訓區 沒什麼人 這也是都是重訓器材 我都會等到走完跑步機之後 再來 做重訓 這一區就是我每天在這邊 走跑步機 60分鐘 今天人很少 因為剛剛歷經了一場地震 先去消毒我的位置 我都習慣使用這裡面的第一台 我這個位置燈光比較亮 所以我都會戴太陽眼鏡 這樣比較不傷眼鏡 就在這裡面有什麼 我們要轉看看 這才是對方的 可以了解更多的 我們能夠燃開 我們有這麼多的 我們要不斷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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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直立四自行车之后 缓身汗 手臂 手掌 这时候心跳 大概是140斤 30分钟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这个汗比上课或是重训 或是那个脚踏车都还要的多 因为我重力其实很强 我level 7到8 一般人可能大概3到4而已 我觉得我还蛮努力的用力才到8 其他全身都是湿的啦 现在是给你们看我的汗 汗珠子 然后 因为现在都戴口罩 所以口罩里面一甩都是汗水 呵呵呵 反正等一下口罩就是要扔掉了 因为一天就是用一个 只要来运动就要扔掉一个 爆汗之后很舒服 这样子很喜欢这样子运动 不晓得 但是目前课呢还没有正常 下个月11月以后正常开课之后 可能有时候会没有时间来踩脚踏车 但是我是觉得乔载踩脚踏车 是我最爆汗的 30分钟而已 中途都没喝水 因为30分钟是在拼命的踩 等于相当于我们踩平路是上坡的 那种感觉那种力道 完全没休息也没盯下来喝水 爆汗 就是爽啊 擦擦汗之后待会就要换地方了 下一个运动地点要到B1 不能只做有氧 因为也要做一些无氧 无氧的就是可以把你的脂肪转换成肌肉 就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 跌倒啊或者是走路啊 关节啊都能够强化 因为你有肌肉可以支撑你的脂肪 年纪大了之后就会比较不会有什么 膝关节问题啦 或是跌倒容易骨折啦 重训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现在也一定每天一定要 出时间列面重训 虽然我的肌肉 人家说我的肌肉现在很大 我不觉得 呃女生肌肉大可能也不是好看 可是我觉得这是很健康的表象 有最近最近的重量拿的还蛮重的 有渐渐肌肉有显现出来了 好走吧 就转一阵地 到楼上去 做重训哦 走 好我们现在要上二楼 然后给大家看这边是 这一台是跑步机 看过来 这一台是磁力士脚踏车 这一台是跑步机 前面还有一台也是跑步机 这一台也是跑步机 这边是教练柜台 这边还有一区是重训区 这都是在B2的部分 这边是 下礼拜六 我就说不是 我以为是 后的礼拜六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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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今天回来上播过程 现在可以上播 对 下回应来 对 下回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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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觉得其实是好 对 就是在一台的这样子 他现在就是把他做好 是把他做的 是把他做的 下回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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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下回应来 它可以随责 下回应来 请充电 做帮人 不然 下回应来 那么 下回应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